作曲 李宗盛 等待那一天的幸运 窗口的乌云都吹散 时间变幻将我们连接 我来到你的世界遇见你 放下过去的一切记忆 未知与命运相伴 新的篇章与你开启 在同个世界同一片天空山 相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好 这儿我有危险 我得赶紧想办法回去 这个零九九还真是与众不同 有时候疯疯癫癫的 有时候又冷冷冰冰的 你说 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存在 它不会是有病吧 心理病 和我没关系啊 我没说跟你有关系啊 我没说跟你有关系啊 小九 你等我一下 有什么事吗 就是那天我说话是不是有点重了 伤害到你了 如果是的话 我跟你道歉 什么话 你是真不记得了还是 我们好像不是很重吧 请你让开 我去 兄弟啊 你也太见歪了吧 你是在追小九吗 你怎么不跟大家伙说一声 大家伙好帮你啊 尤其是我这个大师兄 什么意思啊 你真不知道吗 你俩现在可火了 整个学校都炸开锅了 我去 谁这么无聊啊 没啥特别的呀 我懂了 我懂了 你懂啥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请坐 亲爱的小酒酒 不是先以前非见机的 说 什么事儿 这个借我看看呗 不行 这么小气啊 一直都是如此 从未改变 这么决绝 什么事儿看 这个的 绝版cd 99年这会儿可能还没出呢 哈 这后三年 这三年 成交 走 我们回归一下杀伦续集内容 荣格心理学谁提出来的 杨浩文 荣格 蛮好 荣格心理学就被称为什么了 王国栋 分析心理学 非常好 多层人格证理有多少个方便 李章 老师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给我站 这不公平啊 王老师 想念得那么简单 到我这儿这么难 你问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 不服啊 行 张玉波 你来 多层人格证 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两种 或者多种不同的人格 此类患者的行为差异 是无法以常人在不同场合 不同角色的不同行为来解释 通常原来的人格 并不知晓另一个人格的存在 而新出现的人格 则对原来的人格 具有相当的了解 非常好 坐下 看看人家 吃得比别人多 怎么就记得比别人少呢 马上就实习了 他比别人少了 他想不想好 我喜欢你 莫名其妙 只有一种窗户才能回到那个世界 一定是这样的 相机比蓝 他想好 太好 张玉波 不老 放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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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辣了哪个环球 喂 舅舅 干什么辣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好 我有点怀念小九了 你说的是那个活泼的小九吧 嗯 不过这个小九好像也有一点改变 嗯 但是 你相信他说的时空旅行不 会不会是人格分裂啊 谁知道的 你看 小九 我有话要跟你说 方便吗 你说 最近我们也相处一段时间了 你也知道 我的专业是心理学 所以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我发现你有多重人格表现 可能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一些困扰 有吗 可能你自己还不知道 我冒昧地问一句 跟父母的关系好吗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 你没有必要回答 我没必 也不需要什么心理治疗 还有 你是医生吗 我们好像不是很熟吧 他最近 是不是总是在两种人格之间转换 不过我们现在也没搞清楚状况 那个小九跟我们讲说 他是时空旅行过来的 时空旅行 你们俩帮我一个忙 可以啊 你说吧 帮我们密切关注他的行踪 然后随时汇报给我 这不太好吧 要是他没有生病的话 我们岂不是出卖姐妹了 难不成你们俩还真相信时空旅行啊 那也许我们试得小就好呢 好吧 我们就相信你一次 我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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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在梦中遇见你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 你这般的人 你这般的人 让我的心为之颤抖 我还在爱着你 我还在爱着你 是在绷不下的待遇 不要感到孤独 我还在某个角落想着你 我仍然爱着你 是写下的记忆 是写下的记忆 封存在漫画里 既往会留下 我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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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